巴士行业闹人慌 这场人子战近日更是烧得如火如荼 巴士公司不惜重金礼聘争夺人手 先是老大哥新福利终于出手 一致月薪一万五 公积金 退休金 加班奖金 一轮盈弹公事 另一边 水深火热的维奥连运更是不容有失 资金月薪达到了一万六 一旦成功签约更有四万元的成益金 原来受田没人耕的巴士司机 一时变成炙手可热 比何关更值钱 这次巴士公司的诚意全都压上了 其他职业司机何有心动呢 巴士辛苦的 我们现在去驾巴士我们不习惯的 卖站站物多嘛 我们那些直达的嘛 一站式的嘛 始终都是压力大的 因为车的乘客量多嘛 又怕自己会什么 因为意外的东西 很难避免的了 整车人的嘛 就算巴士公司开出天价 但对起星点已经有 一万三左右的旅游巴和赌场 发财巴斯机来说 工市场压力大的巴士工作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之前开了六年巴士的旅游巴司机 黄先生就说 一定不会走回头路 王先生说巴士司机一旦被投诉或者遇上交通意外 一个月的服务奖和安全奖就会被扣光光 七十八扣可能连月薪一万元也保不住 看来巴士公司想要向有经验的司机招手 还要再想想新招数 澳大卫视马俑菲刘俊勇澳门报道